很多美国公民要去中国结婚的时候需要提供单身证明 单身证明其实就是一个声明书 声明一下不管你现在的是离婚还是从来没有结过婚 你都只需要一个单身声明书就可以了 那你要先起草这个声明书 声明书里面要写明你的现在婚姻的状况 如果你以前有离过婚的话 最好把你的离婚时间和离婚地点都写进去 然后你还需要声明一下 你和这个你要结婚的这个人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做好这个声明以后 你就要去当地的公证部门做一个公证 然后去中午卿做认证 然后再去大使馆做认证 在周中府做完认证以后 我们需要把申请人的护照复印件 三级州政府的认证原件和复印件 一起递到中国大使馆做领时认证 到中领馆递交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必须仔细填写好公证认证申请表外 在办理认证之后 需缴纳25美元公证费 如需加级 需额外缴纳30美元 正常情况下 四个工作日可走完这一程序 办理上述认证可以委托代办 总领馆不收取现金 缴纳认证费用只收取支票以及信用卡 在理事认证做好以后 就可以把这个文件冲到中国去准备结婚用了 这个是在结婚 在中国结婚的必须的一个文件 下周周五清洛杉矶办公室地址为 洛杉矶市300 South Spring Street Room 12513 办公电话213-897-3062 中领馆的地址是 洛杉矶市 The 3rd Floor 500 Chateau Place 办公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至下午2点 办证咨询电话213-201-1765 去中领馆认证之前 需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外使领馆公正认证申请表